hello大家好,这里是游戏动力,我是米洛 若是几年前你让我买一个显卡物 就为了给笔记本增加点性能玩游戏 那我肯定觉得我们当中有人出了点问题 虽然我有个朋友确实这样做了 还是超级本配DIY显卡物 别问,问就是我朋友干的 最后咱们发现超级本又热又卡 显卡物又贵又大,实在是一言难尽 之后可谓是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不过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款显卡物 GPD-G1,那确实改变了我的一些看法 我们先来简单的看看配置吧 GPD-G1的外观是真没有什么可吐槽的 它的正面跟背板均是家族颜色,枪色金属 中间夹着的黑色塑料并不会让质感下降 而正面镂空的线条和侧面的进出风口的设计 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了科技感 27毫米左右的厚度,861克的重量 到手的时候我都有点惊呆了 对于显卡物来说这也太轻薄了吧 那如果不告诉我它是内置显卡 只看到这几个接口 说实话啊,我第一眼还以为是什么大块头拓展物 说到拓展,那咱们来看看接口吧 总共三个USB10GBPS的A口 一个SD卡读卡器 两个DP1.4和一个HDMI2.1 于是呢,最多可以外接三台显日器 可以满足大家一边看文档,一边刷B站,一边玩游戏的监控室需求 当然了,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啊 如果能够多一个RJ45网口 是不是对办公人士会更加友好呢? 出差旅行等长时间外出的时候 带上GPD的掌机和显卡物 既能够便携游戏 又可以用显卡物当画面档 听起来还是挺美好的 虽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小众需求啊 看到这么小巧的GPD-GE的时候呢 我陷入了沉思 它的供电是不是要跟传统的显卡物 以及笔记本一样 要脱个傻大黑色的电源呢? 哎,那就有点弄巧成拙了 不过再看看实际 我只能说,咦,这个巧妙 GPD-GE呢,直接内置了240W的氮化加电源 外部供电呢,只需要插上电源线即可 而使用USB4连接的时候呢 GPD-GE可以提供最大60W的PD充电 如果电脑掌机等设备支持PD充电 那么你完全不需要携带电脑充电器了 除了USB连接 还有一个高带宽的通用接口 OCULINK OCULINK呢,可以提供远超USB4的63Gbps带宽 让显卡的带宽损耗降至最低 甚至呢,你还能够把它通过OCULINK 转PCIE的转接卡 给小巧的ITX使用 既能够缩小占地面积又获得了足够的性能 这两者呢,只能说各有利弊 USB4呢,虽然是带宽不足 但它能供电呀 能够拓展接口 还能够热插拔 用OCULINK呢,就只能当显卡无览用了 并且呢,无法热插拔 所以正确的用法是 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 两个接口都用上 虽然体积小巧 且集成电源 不过散热可不马虎呀 Fullmark单烤显卡的数据呢 咱们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呢,是零层MSAA的设置 主要呢,是考GPU核心 核心温度呢,是73摄氏度 功耗呢,是100瓦 这个数据呢,还是很低的 散热水平呢,不错 通过红外来查看外壳的热点 基本上呢,正面的温度很低啊 直接用手触摸也无妨 8乘与MSAA呢,则是考验显存的压力了 10分钟之后呢,显存的温度提高了 不过呢,就高了2摄氏度而已 仍然是比较适中的温度 毕竟显存呢,是比较耐高温的 由于显存的压力更高 外壳的温度呢,反而在下降 总的来说,GPDGE的散热呢 还是令人满意的 只是满载的时候呢 它的噪音还是会有一些的 比游戏本满载的时候呢 要稍低一点 那我个人呢,还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这是个显卡物 跑分数据呢,仅供参考啊 咱们用的是USB4来进行连接 虽然跑分软件呢 对于带宽没有那么的敏感 但是毕竟呢,还是会有损耗的嘛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 如果想要获得最好的性能 要通过G1显卡物上面的 视频输出接口连接屏幕 并在Windows界面中呢 选择仅二屏模式 可以说,内屏的损耗呢 是相当大的 一个理论性能在4050和4060之间的显卡 内屏的性能呢 也只比3050略强了 就有点惨 当然了,比核心还是强很多的 而接上外屏之后呢 总算是回归到了正常的性能水平 跑分数据呢 在4050和4060之间 且性能比内屏要强 上至少24% 建议大家呢 还是用外屏来玩游戏吧 当然了 这些呢 是TGP100瓦的跑分数据 在正式上市之后呢 GPD会放出120瓦的满血 WeBIOS 那如果大家不在意 更高的温度和风扇的声音的话呢 可以刷一个试试 具体游戏当中呢 我们也就实际测了测 内外屏的差距啊 首先是3A游戏 我们还安排了最强核显 Radeon 780M 来做一个小小的对比吧 你可以清晰的看到 2077中 外屏比内屏的帧数呢 会高上13% 算是不小的损耗了 而比起核显 4倍的性能差距呢 让人感觉到 外界的显卡还是很值得的 那整体来说呢 G的7600MTX 可以流畅的运行 2077 那不知道往日之影会怎么样呢 古物影当中的内屏损耗呢 会更大一些 来到18% 当然了 比起780M呢 还是有三倍左右的碾压的 极限竞速 地平线5的成绩呢 就相差不大了 内外屏呢 都比较低 仅有40多帧 或许是因为驱动优化 导致的吧 毕竟接下来呢 有个游戏就十分的不正常了 没错 那就是大表哥2 内屏玩的时候呢 帧数低就算了 画面呢 还出现了各种的问题 错误 让人不忍直视啊 希望AMD未来 能够继续优化驱动吧 我还额外加测了三款网游 DOTA R的性能瓶颈呢 来自CPU 内外屏的差距呢 不大 帧数呢 在最高特效情况下呢 能够来到150帧左右 很不错的表现 CSGO这个帧数相差的 还是比较大的 外屏呢 能够高上100帧 想完的话呢 大家还是尽量接外屏吧 APEX的差距呢 也有20% 不过内屏呢 都有接近100帧的平均帧数了 那实际玩起来感受不明显 嗯 只是 或许是因为驱动优化的问题吧 就导致跟核显的帧数 就没有太大的差距 作为一款显卡物 它能够拓展接口 而作为拓展物 它又有着不俗的性能 再加上轻薄 占地小的设计 以及内置电源和反向供电的功能 嗯 我可以说 GPDGE切入了一条不一样的赛道 配合并掌机呢 可以做到便携和性能的完美调和 搭配轻薄本 让商务不再是游戏的反义词 甚至对于ITX玩家来说呢 有帮助 或许这只是一个开始 随着并掌机的爆发 以及APU的普及 再配合上AMD Sam来提升游戏性能 AMD在移动设备上呢 大有可为 战未来 还得是我AMD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多多鼓励我们一键三连哟 我是米洛 我们是游戏动力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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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